大家好,我是大偉 在下一部影片我們介紹CLA的配備及差異 受到各位朋友的支持 有些人來信尋我們C-Class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介紹W205C-Class的各項配備 以及其配備不同等級的差異 首先當然來看外觀 上圖是普通版的錢包桿 下圖是AMG版的錢包桿 主要特徵是外八字 從45度角及側面來看 配有AMG套件外觀的確有 比較豐富的車身線條 比較有運動感 車尾部分普通版本車尾內斂優雅 AMG套件車尾配有鍍鉻尾視管 及後下擾流 保桿側面有導風孔 整個視覺效果放大很多 身為賓士 但要出更多版本撞穩的錢 上圖是夜色套件 下圖是AMG套件 夜色跟AMG不一樣的差異在於 鍍鉻視條部分都改成黑色 譬如窗框 後視鏡 前下巴 尾視管 既然已經看了這些套件 我們也順便看看再往上的性能版本 C43跟C63都是性能取向 讓熱血買家有更多選擇 C43外觀跟AMG9差不多 C63跟C63S的外觀 我們則在保桿 煞車 引擎蓋等多數做了修改 接下來我們看看 美規 家規 日規 歐規總代理 一些明顯差異 美規 家規大燈尾部都會內建橘色反光片 後尾燈的方向燈 也是紅色閃光 而不是黃色閃光 歐規 日規總代理 大燈則不會有橘色反光片 尾燈方向燈則是橘黃色的 美規時數表是英里表 其他都是公里表 美規溫度顯示用華視 其他都是用明示 啊不對是色視 外觀還有些小地方 會因版本不同而有差異 例如水箱罩 有AMG版本的水箱罩 會有鍍鉻失調 普通版本的水箱罩 則沒有鍍鉻失調 接下來介紹一些重點配備 從方向盤左側的可用按鍵數量 即可判斷此車有無眾多選配 紅色框內按鍵是轉向輔助系統 當遇到需要閃避的緊急狀況 此系統能夠順著駕駛轉彎方向 提供額外的方向盤輔助力道 幫駕駛完成閃避的動作 另外 跟車系統也是線下很重要的選配 在賓市 這叫Distronic Plus 若有此配備 外觀特徵是前水箱罩上 大標為鏡面型 若一般無此配備 水箱罩上大標為裸空型 至於什麼是跟車系統 我們來看賓市官網的介紹影片 若正與前行車輛靠近 則增強型車距控制系統 Distronic Plus 將會自動減速 轉動定速控制桿 並可拉開或縮短想要的距離 再來 紅色框內按鍵是車道維持輔助系統 明顯的外觀特徵是前擋風玻璃上會有攝影機 一樣 我們來看賓市官方的介紹影片 在標準模式設定下 若行經車道界限時 方向盤便會短暫的震動發出警示 接下來 紅色框內按鍵是360度環景系統 這在擁擠的台灣停車環境是相當便利的 此系統在前後左右都有攝影機 透過電腦幫你在螢幕上顯示出周圍環境 盲點警示也是很重要的功能 能幫駕駛偵視視角來車 後照鏡有三角形符號的代表有此配備 功能如以下影片介紹 行車期間 若有車輛未在監控範圍內 車外後視鏡內的警示符號便會亮起 予以提醒注意 紅色框內是停車雷達開關 此系統在前後保桿都裝了數顆雷達 測量周遭物體距離 紅色框內是抬頭顯示器開關 此系統會在擋風玻璃上投印出行車資訊 讓駕駛人不用分開視線到儀表板上 氣壓避震 此為賓氏研發的Aeromatic 可提供更高一層的舒適級操控 此影片展現了高低可調的功能 全車系可選全景天窗 如上圖所示 無天窗的車頂是一片跟車身同色的板件 有全景天窗則是佔著車頂七層面積大的大片玻璃天窗 天篷部分 上圖是沒有AMG 是灰色 下圖有AMG 是黑色的頂童 C系列有三種大燈可以選 第一排是基本的乳素燈 大燈、靜燈皆為乳素燈泡 尾燈為簡易的LED造型 第二排是單魚眼大燈 靜燈用LED及魚眼燈具 遠燈用乳素 並且有一條LED日行燈 尾燈為全LED造型 第三排是雙魚眼的大燈 靜燈、日行燈、尾燈全部都用LED 並且遠近燈都用魚眼燈具 只要是大燈有魚眼 尾燈一定是全LED造型 AMG9標配AMG鋼印五幅式鋁圈 裡面有通風打動碟盤 及大四活塞卡鉗 從此圖可以看到 普通版本卡鉗為小一號的單活塞卡鉗 配十星碟盤 上排三圖為普通四樣鋁圈 下排三圖為AMG四樣鋁圈 接下來說一些其他可以選的配備 音響方面可選配柏林之音 有十支喇叭640W輸出功率 辨識方式是 你要看喇叭上面有高質感銀色喇叭蓋 這就是由選配柏林之音 如下圖所示 香精套件可在車內散發出香味 好蓋過小山的味道不讓你老婆發現 可選配氣氛燈在門板及中控台邊緣的線條 散發出柔和的光澤 氣氛燈 香氣 全景天窗外的星星 柏林音響的美妙音樂 可坦平的高級皮椅 此聽覺嗅覺視覺的搭配 讓你有無限的發揮 嘅 如何判明唯翼是否原廠 在三星標上面 如果有個小孔 那代表這個唯翼是原廠的 方向盤部分 上圖是AMG方向盤 特徵是下方平靶 下圖是一般方向盤 特徵是整個都是圓形 我們要特別注意 每個國家配備會有一些差異 譬如現在影片所示的是一台 家規的AMG9車 可是它的方向盤还是全部圆形的 Keyless Go免持锁死系统 辨认方法为 每选配此系统 则使用传统钥匙孔 如上图所示 有选配则是有一键启动按钮 如下图所示 门靶外观部分 有选配免锁死系统 会有镀铬饰条 以及感应凹槽 如上图 下图为普通版本 电动尾门部分 如有选配 会有提供关尾门的按钮 如下图所示 另外如果有电动尾门 就会有脚踢开尾门的功能 免持钥匙就是方便 隐藏式倒车显影 如上图 牌照上如果空空影片 表示没有倒车显影系统 下图代表它有倒车显影系统 记忆可调座椅 及冷热通风座椅 如果有选配这些功能 调整按钮及开关 都会在门板上 如上图所示 如无选配 门板则是空空的 基本电动尾调整钮 会在椅子的侧面 电动收折后视镜 辨别方法为 如有选配 会在窗户控制按钮走成上方 出现电动收折开关 如上图所示 如果没有选配 则是如下图的那个样子 就算没有电折 因为它是宾室 折起来是一样帅 帅 音响系统 上图是Audio 20小萤幕 下图是Command Online大萤幕 手套箱内有USB及SD插槽 C-Class出了常见的四门车型 还有出了双门、五门 以及双门敞篷车型 以这图片所示这是双门 接下来看的图片是五门 最后是双门敞篷车型 W-05一般都是后驱 如果你在后面看到4MATIC标志 代表它是四轮驱动 买车时 多注意板金螺丝是否拆装 以及注意是否原厂板件 底盘有无胜油 有无插状痕迹 再挑选车辆 也请多看Carfax或Autotrack等相关报告 若担心车辆保固问题 也可以购买零件衔 花小钱省大钱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分享及订阅 也欢迎来我们粉丝团按赞